一位年轻人向一个傅庸请教成功之道 傅庸拿了三块大小不等的西瓜放在年轻人面前问 如果每块西瓜代表不同程度的利益,你选变一块 年轻人很快就回答,当然是最大的一块 傅庸笑一笑话,好,请你吃 傅庸把最大的西瓜递给年轻人,而自己就吃了最小的一块 傅庸很快就吃完了,立即就拿起桌上最后一块西瓜 好得气地在年轻人面前养了养大口吃起来 年轻人终于明白傅庸的意思 傅庸吃的西瓜虽然没有他那么大分,但是就吃得比他多 如果每块西瓜代表一定程度的利益 那么傅庸得到的利益自然比他多 吃完西瓜,傅庸对年轻人说 想要成功就要学会能舍 只有舍弃眼前的利益才能够获得长远大利 这个就是我的成功指导